I think the lack of Jesus is probably poisoned more than one holy father Perhaps I should take a bite out of your slice, just to be on the same side No, that's mine, that's my pizza 大家好,我們是水尢水某,今天想看部好電影嗎? 這次要介紹的是我們心中本屆金球獎的遺珠之一 《教宗的成績》The Two Popes 雖然水某是基督教徒,而我不是 但《宗教》並不是我們想要推薦這部電影的原因 《教宗的成績》和最近另外兩部Netflix的原創電影《婚姻故事》 《愛爾來人》一樣 不僅在編導與演出水準上同樣無懈可擊 也都在去年年底陸續上映 一下子就讓許多人心目中的2019電影排名重新洗牌 啟發自真實人物與歷史事件的《教宗的成績》 為2013年震驚全球的天主教宗本堵十六世退位的真實狀況做了推測 以及描述了其接續者,也就是現任的教宗方濟各接任的心路歷程 這兩個個性截然不同的重量級人物 分別由奧斯卡影帝Anthony Hopkins 與砍程影帝Jonathan Price來飾演 演技精湛的他們 把編劇Anthony McCartney的精妙劇本發揮得淋漓盡致 在兩位教宗的衝突與對話中 探討了罪惡感、指責與反省、承擔與責任、表態與沉默 這些令我們深陷苦思的議題 這一連串猶如哲學辯證座談會的內容 放到了具有鮮明風格的導演Fernando Morales的手裡 就變成了一場緊湊刺激、棋縫敵手的拉鋸賽 卻又在賽事終場時 讓神經緊繃的觀眾得以沉浸在濃濃的宗教氣息中喘息、沉澱 其實你不需要是天主教徒 更不需要有信仰,都會愛上這部電影 但還是有可能會搞不清楚這部電影到底在講什麼 所以今天的節目我們會先快速介紹劇情 並且透過片中六句極具智慧的話語 來深度解析兩位主角人物 最後則會回答有關教宗的相關問題 我們曾經在兩年前造反過梵蒂岡 並且帶回了幾張精美的明信片要送給大家 猜猜的辦法在影片的最後 在繼續看下去之前 請先打開字幕、訂閱我們的頻道 並且按下小鈴鐺 就不會錯過新影片上線時的通知了喔! 價值觀對立的若瑟·拉辛格與喬治·伯格里奧 是分別來自德國與阿根廷的書籍主教 他們不只各自體現了兩個民族的集體差異 也反映了兩個對立的人格特質 以及對天主教義的不同解讀 在2005年教宗若望保禄二世辭世時 他們雙雙成為了接任教宗的熱門人選 但在當時即便明星思辨的時空背景之下 代表保守派勢力的拉辛格 還是從書籍團的領選中勝出 接續了盛號《本賭十六市》 也向世界宣告了接下來預期封閉的路線選擇 七年過去了 《本賭十六市》面臨眾多批判 其中甚至有許多是來自伯格里奧批評教廷的聲音 尤其是在墮胎、同性戀、女性參與宗教儀式等等議題 還被媒體大肆報導 伯格里奧寫信向教宗請辭主教職務但未收到回音 卻在2012年被教宗召見 前往梵蒂岡與長久不對盤的《本賭十六市》會面 兩人在相處的數日間 針對教義與各項議題進行辯證 從一開始的針鋒相對到最後的互相理解 我們清楚看見 抱持著相對價值觀與信念的兩人 藉由自身的反省與懺悔 以及對彼此的挑戰與安慰 找到和解、共生的方式 也讓我們忍不住思考 原來信仰的爭議終究還是要回歸到人類自身的選擇之上 就如同聖經裡的老祖宗亞當與夏娃也是如此 在過去十幾年間 世界局勢出現了許多變化 而全球十三億多的天主教徒 也見證了兩個風格迥異的教宗 他們相信自己需要經歷信仰的試煉 並且透過神的恩典才能夠展現智慧與品格 成為信眾的楷模與寄託 但事實上,雖然教宗有他的神聖性 但終究還是凡人,也會有自我懷疑 甚至陷入絕望的時刻 所以接下來我們會藉由分享他們在電影中的智慧言語 來深入了解這兩個角色,以及他們教會我們的事 被媒體調侃為天主教的羅納威犬的拉辛格 始終是個強硬派的教義至上者 他認為要用堅固的牆來守衛天主的殿堂 他相信在世事無常之中 為天主堅守原則是身為一個教宗的責任 他曾經頒發斥令禁止任何有同性戀傾向者 來擔任天主教會的神職工作 也曾經呼籲要將美國大學期間 支持墮胎的政治人物從教會中開除 他從2005年接任教宗之後 在任內不斷爆發出神職人員性騷擾、銀行弊端、清晰洩漏卷宗等醜聞 再一次祈禱時,熄滅了蠟燭之後 清煙反常地往下沉 就像是連天使都拒絕他的獻祭 獨自坐手在梵蒂冈的他,不禁自我懷疑 於是找來了像隻烏鴉一樣不會說好聽話的伯格里奧 詢問他自己到底哪裡做錯了 他怎麼又可以任意批評教會太過自戀與脫節 沒想到特立獨行的伯格里奧喋喋不休地抱怨他的路線 還不斷引用聖經裡的話語來反駁自己 拉辛格相信天主是不變的 伯格里奧卻回嘴說天主才是變動的 因為他朝我們走來 拉辛格憤怒地責怪伯格里奧妥協在俗世之中 他說天主是道路、真理、生命 要是天主老是走來走去,我們要怎麼找到他呢? 他覺得伯格里奧自作聰明又自以為失過了頭 就像是那一隻醫生送給他的智慧手錶一樣 老是催促著自己不能停留,有夠討厭 但在與伯格里奧的衝突中 拉辛格被逼得不得不重新審視自己 或許過去幾年他太過封閉、白手書中不理解世界 也沒有勇氣體驗人生的滋味 卻忘了教會的責任就是要幫助世界 他痛苦地承認自己已經很久都聽不見天主的聲音了 意味著他再也無法扮演教宗的角色 從小到大都孤身一人的他從來沒有感到這麼寂寞 因為他再也感受不到天主的存在 他努力地傾聽,但天主卻不肯對他說話 沒想到眼前這個他一直不認同的伯格里奧 分享了埋藏在心中的一段黑歷史 也曾經讓伯格里奧一度感受不到神 甚至整個下半身都還在為自己的過往贖罪 這樣深切的懺悔讓拉辛格重新感受到溫暖與同理 也安慰了伯格里奧告訴他 每個人在回首過去所犯下的錯誤時 都會有各種後見之名 才會不斷地責怪自己 但事實上沒有人能夠在那個當下知道怎麼做才是對的 也只能夠在客觀的條件之下選擇自己所能承擔的 拉辛格說人都會有傲慢 所以身為教宗必須記得自己不是上帝只是一切凡人 他知道自己做得不好 或許是個自由生,卻不是個管理者 於是決心要主動請辭 交棒給他親自確認過的伯格里奧 即便自己會成為700多年來第一位主動退位的教宗 他還是堅持是時候離開了 博格里奧為人熱情開放 相較於拉辛格喜歡談情自語 博格里奧則是喜歡與人共舞 年紀時差點走入婚姻的他受到了感召,成為了神父 但在1976年他遇上了改變一生的一場政變 當時阿根廷有3萬人失蹤死亡 時任耶穌會神父領袖的他 為了要拯救當時被獨裁政權視為眼中釘的神職人員 他向軍政府投誠以保護耶穌會 卻也因此與同僚們產生嫌隙 間接害的兩名神父與自己的好友被關押折磨甚至喪命 即便他暗自保護民眾甚至親自接送流亡的人士 他還是覺得做得不夠多 尤其是無法與所有的神父和解更讓他痛徹心扉 直到獨裁軍政府被推翻 他反而被指控為右派份子,被流放到偏鄉十多年 在那裡,他徹底體會到了被天主遺棄的絕望感受 但卻也因為這樣的經歷看透了人性脆弱的他 成為了一個以人為本的神父 並且對於同性戀與離婚者採取較為友善的態度 相較於以往,他也更加願意表態自己的立場 具有高度自我反省的能力 而他相信這樣深層的改變跟妥協有著本質上的差異 他舉例給固執的拉辛格說 五世紀以前,這世上根本沒有天使 但現在卻有著一堆天使,就跟鴿子一樣 而且在教義裡,禁欲也是十二世紀才開始的 再再證明了整個宇宙本來就是善變的 伯格里奧指責教廷一直都知道性侵案件是事實 卻採取了包庇與消極的處理態度 他認為,固然天主會慈悲地原諒犯罪之人 但也期待著人們應該要積極地照顧受害者 在我們為了做影片查資料時發現 原來在2019年底,伯格里奧在接任教宗六年之後 終於成功調整了以往一直為人所詬病的《宗座保密法規》 他發布命令,不再適用與神職人員的性侵案件中 讓受害者與調查人員得以調閱相關涉案人士的資料 並且將兒童色情的年齡規範從14歲調高至18歲 這些遲來的改變也受到了各界的肯定 伯格里奧與拉辛格互相的坦誠與懺悔得到了彼此的赦免與安慰 我們忍不住想,若我們變成了當年想要保護耶穌會的伯格里奧 會不會也無奈地向暴力的軍政府妥協? 若我們成為了相信教條,卻又想力往狂瀾的拉辛格 在教廷裡是否也會分身乏術? 在這個混亂的世代,真理不一定能夠越變越明 而所謂的世界潮流與原則理念,也時常會互相抵觸 即便是身為億萬人敬仰的教宗 號稱是神在人世間的帶領人 也都曾經陷入自我懷疑 也都會有感受孤立疏離的時候 每個人都會犯錯,也都渴望著真理與正義 但若在追求理想的過程中缺少了愛 那麼人與人,神與人之間就會出現了一道道無形的牆 讓我們失去溫度了 看著兩位教宗激烈的辯證 讓我們看見了一個處於對立時的溝通典範 勇於接受衝突時的痛苦與憤怒感受 並且不害怕讓對方看見自己的困惑與脆弱 才能有助於雙方做到真正的理解 因為 其實我們在2017年夏天曾經去過羅馬 也順道拜訪的梵蒂岡 帶回了許多珍貴的回憶與畫面 所以接下來我們會根據當時參訪的體驗 與後來查詢的資料 來分享一些有關於教宗的相關問題 也歡迎大家在留言裡面幫我們科普一下喔! 教宗The Pope,又稱Holy Father,神聖的父親 也有人以拉丁語親密稱呼他為Papa 是天主教會的領袖,同時也是梵蒂岡的國家元首 天主教廷所認定的第一任教宗 就是耶穌的十二門徒中的彼得 他原是一介漁夫 在耶穌死後為基督教傳福音 後來也被羅馬帝國關押 在西元76年殉道而死 從此之後接任羅馬教會的歷任教宗 都被視為是受難基督在人間的化身 需要受苦受難,為正義與真理殉教 換句話說就是每一任都要做到死 才能由分散在各地的書記主教團 回到梵蒂岡選出繼任之人 在教宗辭世的二十天內 書記主教團會聚集在西斯汀教堂 舉行秘密閉門會議 在小紙條上寫下人選並離開座位 去一邊投票一邊祈禱 再由開票人員當眾打開票會 唱出人名來計票 他們會將小紙條穿在一條線上 確保不會有遺漏 不管有沒有結果出爐 串好的紙條都需要被燒毀 黑煙代表為達成共事 白煙則代表其中一人已經獲得超過三分之二的得票數 在經詢問意願與聖號之後 就會成為新任教宗 此時聚集在聖彼得廣場上的信徒 也都會因為看到白煙而歡欣鼓舞 若選舉的結果一直陷入僵局 就得要重複投票 在期間主教們也會被鎖在會議室裡 直到選出新任人選 所以這個時候意圖拉攏的主教們 也會趁機互相談話、表態 而現任第266任教宗的伯格里奧 聖號方濟各也成為了史上第一個來自美洲與南半球 更是第一個來自耶穌會體系的教宗 梵蒂岡建國於1929年 目前應該算是全世界最小的國家 實際領土只有六個足球場大 常駐居民也不超過一千人 實施政教合一體制的梵蒂岡 由教宗擔任國王 並且擁有主權可以向外締結外交關係 不過由於是國中國 梵蒂岡的金融、經濟、法律與交通等等面向 還是與意大利密不可分 所以也時常出現政治與輿論的爭議 而這一點也一直是中世紀以來歷任教宗的煩惱 因為教會的背後所代表的龐大金錢利益 與世界各地的主教任命權 一直讓教廷陷入與世俗的政權角力戰 所以即便是個小國小民的主權 但梵蒂岡的一舉一動 在人類的歷史上也是特別地動見觀瞻了 梵蒂岡就位在羅馬市中心裡 搭乘地鐵就可以抵達 我們是在2017年的夏天安排了一週的時間 蠻悠哉地走完了重點行程 其中預留了一整天的時間 進到了梵蒂岡博物館、聖彼得大教堂 以及就在附近步行可以到的聖天使堡 把電影《天使與魔鬼》中出現的場景一一走過 而林選教宗畫著米開朗基羅創世紀的西斯丁教堂 也包含在博物館的範疇內 我們建議如果你想要前往的話 還是提前在網路上先買好含導覽的門票 到了現場只要換票與安檢就可以順利進入 逛完之後的路線可以很順暢地進入聖彼得大教堂 甚至登頂看整個羅馬的城市地景 就不需要在教堂外面大海長榮了 如果有機會安排長一點的假期 2月開始長榮開了直飛米蘭的航班 我們建議可以從米蘭搭乘火車,往南方到羅馬 最快三個多小時就可以到達 如果有多餘的時間 途中也可以在中部的佛羅倫斯停留個四五天 再來到羅馬停留一周,來個義大利的深度之旅 看完了今天的節目 你是不是對教宗或是電影裡的場景更加有興趣了呢? 這部電影真的很好看 而且不管你有沒有信仰、信什麼宗教 都可以透過片中角色們的辯證來反思自己的人生道路 另外我們還很推薦曾經寫過劇品的《年輕教宗》 他跟教宗的成績一樣,有著強烈的指導風格 現代搖滾的藝術性與教廷傳統的宗教性 形成了強烈對比,是一個不可錯過的好劇 最後,我們在造訪飯店鋼的時候帶回了幾張精美的明信片 只要你在影片下方留言告訴我們對於這部電影的感想 就有機會得到喔! 歡迎收看更多《那些電影教我的事》!